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是残酷的 请来后他依旧是个想不出属其自由研究该做什么的废物儿童 为了不要让哆啦A梦与妈妈瞧不起 他游泳无谋的来到了空地 这块经常掉东西的空地 今天也没令大熊失望 这里果然有一颗漩涡种子 如果可以许愿 我希望明天可以掉一台PS4 虽然种子来路不明 但毕竟遇上的是游泳无谋的大熊 一股脑就把种子种在后山 然后他们马上就好朋友来看 还很先知的先换好服装 种子一下就长成巨木 我怀疑这是杰克偷偷放在空地的 然后马上就遇到暴风雨啦 暴风雨把他们全部吹进了时光圈 这就是告诉我们 暑假千万不要随便跟朋友出去玩 尤其是那个朋友 平常总是只在家里午睡的 一行人被催到了大熊梦境之处 哆啦A梦的道具一开始就被猴子抢走了 追猴子失败的哆啦A梦只能跑回来哭 真是静珠者赤静默者黑啊 于是大家开始了万物镇一日游行程 不一会他们就遇到了第一个贵人蓝奇 一开始他们语言不通 好在有翻译举落 是说这个翻译举落哪里来的 有没有过期啊 蓝奇很热心邀请他们到家里 在这里认识了面包超人奶奶 从奶奶这边知道了暴风雨会把人带来 难道爷爷也是这样来的 关于这点奶奶没有说明 在开场20分钟终于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先调查这里 无处可去的他们 准备在蓝奇家吃宵夜睡睡 不知道是不是吃宵夜的画面太罪恶了 竟然有黑画面带过 第二天早上镇长雅免先生来了 这个长得很像细菌人的镇长 居然说儿童要工作才能在这边住下 他是不是误会自己在拍神隐少女了 最后大雄他们决定要入境随俗 所以展开了求职之路 先从万物镇西边开始 小新商店由于已经有两个儿子帮忙 所以拒绝了他们 亏我还想说他长得那么像胖虎妈妈 应该会收留我们吧 大人的世界果然不是那么单纯的 接着是动物商店 除了被爷爷嫌弃靠不住之外 竟然也被动物残忍拒绝 只好到万物镇东边求发展 第一家杂货店也不需要人手 但发现杂货店女儿好像暗恋蓝奇 第二家碾鱼先生的料理餐厅 则是被狗推小夫抢先 第三家疑似在做人体实验的医院 则是优先录取了镜箱 里面还有一个好像想独占医生的护士 第四家打铁店 因为觉得哆啦A梦很可疑 所以不能录取 明明最可疑的就是打铁店老板自己 怎么看都像一边打铁一边观落音 还敢说别人可疑 之后又被掉居屋的非洲版镜箱冷淡拒绝 可说是求职处处碰壁 运气差到要怀疑人生了 最后一间是木宫殿 它并不在万物镇上 而是在之后牧场的西边 这种劳力的工作 当然是胖虎的囊中之物 废物大雄就算要抢也抢不到 最后大雄与哆啦A梦走到了镇长家门口 镇长因为对哆啦A梦很有兴趣 就让哆啦A梦留在镇长家了 这怎么看都像是在收养流浪猫啊 就在大雄走投无路 以为要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 蓝琪突然想起了 原来家里还有一个荒废的牧场 孙女啊你怎么不要以前说 于是万物镇最废的失业儿童 野笔大雄 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 儿童创业牧场主 但最令我感动的还是 天哪看了50分钟的剧情 终于让我取牧场名了 就这样野笔大雄展开了牧场生活 在蓝琪又露露灯介绍一些 基本操作后 以为前岛任务终于结束 大雄可以安心的睡了 晚安 结果后面又说明了 记账日历系统 还参观了哆啦A梦的华丽房间 又帮镇长找了问津草 一直到春三日中午才放过我们 我后来试着按加跳过剧情 发现居然要按大概43次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操作 无法真正跳过 只能说儿童创业真的不容易啊 喜欢我的影片就多看几遍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 好东西 好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